左燕老师讲的有道理吗 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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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 aquellos 为什么 中国 haven子 我们以前озд对 ," 啤, 有道理 推文 都在 迂常 越问 澀 小 海 坏 很 赤 有道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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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事也得有点事出来 吓都吓死了 所以你不能把占有欲和爱相混淆 知道吗 明白 因为我们长大成人了 我们不再是孩子了 知道什么叫适度 知道什么叫距离 对吧 对 接下来其实我想说一下的是女生 我觉得今天她这样种种过分的行为 就是你一开始的一次次的妥协和让步 她说了很多 其实在我们看来已经有一点 比较过分的行为 但是你最后都是以妥协和让步为终结 所以这就给她一个 适度发展的空间 她一看 其实你还挺享受的 我能用这个办法制住你 你一开始 我相信她吸引你的绝对是 她身上有一股 就大男人的那个劲儿嘛 女生有的时候对这个非常受用 就是因为你一开始享受其中 所以造成了今天这样的结果 如果你一开始标明自己的立场 标明自己的原则的话 她不会发展成今天这样 把你看得这么的死 所以一个巴掌拍不响 两个人都有问题 好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任何一种互动关系的结果 都是双方配合的 女生你配合了她 你迎合了她 所以才是这样 也就是说 在你们俩的亲密关系里面 缺少了一个东西 这个叫尊重 你没有尊重她 女生没有尊重自己 这是最要命的 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观点 可以有不同的认识 没关系 但是我们必须彼此尊重 人家今天说 我就不想跟你谈了 那你就应该说 对不起 我没有给你好的爱情 或者我可以很自信地说 你觉得我不好 肯定还有其他的姑娘 觉得我好 生活就是这样 你得多思考 你明白了 你不能老是一愣脖子 你就上了 这不行